我试的这个牛奶味也很好喝 特别香哦 就它一冲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搅一下 它就冲均匀了 用开水来冲 还是挺方便的 只要味道也好 这个 我这个已经冲了第三包了 这一包是芝麻糊的五谷粉 这一种这个黑芝麻五谷粉 是他们店里面是卖的最好的 销量冠军来的 我也尝试一下 哈喽半斤 早上好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是小秋 一大早你看半斤都在厨房里面守着了 我现在呢在煮一些东西给半斤吃 半斤 刚刚带半斤下去玩了 下去溜了 你看玩得可开心了 对不对 阿龙和妈妈呢 一大早呢就去萍姐那里去了 今天虽然是周末 但是浩浩有上这个兴趣课 刚好到点了 姐姐和姐夫都上班嘛 周末嘛 就没有空去接 阿龙就带着妈妈一起去接浩浩 待会就把浩浩接回来 啊 好吧 哎呦你又可以看到你的兄弟了哦 哈哈哈 待会又热闹了 浩浩可喜欢半斤了 这是给半斤吃的 放了有西兰花还有红萝卜 来吧半斤 一直跟上跟下的 着急了有好吃的对吧 还有肉的在里面 慢慢吃啊 半斤 好不好ut 好吃 si 你看妈妈先回来了 阿龙她在下面是吧 带浩浩 把浩浩酥包也拿来了 半斤还没吃完吗 摇摇尾巴 浩浩来了 浩浩已经上来了 一上来找吃的 现在我们在烤鸡翅吃 欢迎浩浩来 你那么多吃的 你还吃鸡翅吗 不吃 摸摸头舒服 你看浩浩跟平姐一样 一来就摸摸她的头 吃吧 讨了一面了 待会另外一面翻一下再讨 你看浩浩下来 待会就有的吃了 跟半斤玩一下 嘿嘿嘿 来 翻过来 再烤十分钟 刷点蜜糖 这是第二锅 来接一烤 拿两个鸡蛋 然后煮个鸡蛋黄酒给阿龙喝 好像挺久没有煮过鸡蛋黄酒汤 我们都挺爱喝的 把锅烧开 锅开了加点哈山油 把鸡蛋黄酒 放下去 姐姐家做的 这个黄酒 特椒黄酒 黄酒倒进去了 要让它煮一会 让它把味道煮出来 然后再加入清水 鸡蛋黄酒 哇特别香啊 已经煮好了 鸡翅也烤好了 你看 好好吃我的梅 好吃吗 好吃啊 要熟化 饭都不吃 你要在这里吃 饭都不吃 是吧 你看吃了好几个 好好在这里 三茶梅 这个 特别好吃 第一个 对 这个鸡蛋金黄 金黄的 开饭了 我要给它吹吹毛 你给它吹吹毛啊 拿着风筒 你看 你别吓到半斤哦 半斤哦 哈龙你这个是什么 新到的一个拇指相机 拇指相机啊 这个方便了 很小哥 对 很小哥 方便 不过拍出来的这个 清晰吗 没那么清晰 没那么清晰 而且防抖也没那么好 它是广镜头吗 对 是广角镜头 拍了一下发热还挺厉害 只能短暂的收集 对 只能长时间不行 就挂在胸前 对 对 对 很小 帮你吃的这个梅的纸 掉下地下来了 捡到垃圾桶啊 那么好吃啊 好吃到连袋子都想吃啊 可喜欢吃这个山茶梅了 这个梅又快见底了 今天又吃了挺多的 装一个在袋子上 上美食车 浩浩也很喜欢吃的小朋友 我们已经聚完餐吃饱了 现在又过来阿婷这里了 要开始干活了 要先采购材料了 对 阿婷说先去采购材料 那就直接去了 好 那骑我的车还是骑你的 都可以啊 骑我的吧 也行 好 对 好的 走发啦 小小的电动车 存在着我们大大的梦想啊 这部电动车其实还是很实用的 对 看街道都干干净净的 全部都收起来了 又到了杂货店了 我跟阿婷现在又到了杂货店了 过来买咸鸭蛋 因为今天要做青团 也要准备材料 也准备挺多的 刚刚那一路过来也是挺多城管的 就是这个文明城市嘛 所以呢我最近呢一直都没有摆摊 就先缓一缓吧 因为现在文明城市它是分时段去检查 一检查的话都一整天都不能摆的 虽然说现在没有摆摊 但是每天呢也是给阿婷呢很多活要干了 做的糕点呢也也挺多的 就是很多糕点呢都是附近呢 他们也知道就是最近也不能摆它 所以呢都是配送比较多 买五板150个鲜 就用多少买多少 这样子就不用一下子洗那么多了 这一个是黑糖 黑糖已经用完了 现在先先买一包 阿婷一包哈先买一包先哈 对这个黑糖好贵哦 对对黑糖放后面 对刚刚好 好了这些食材都已经采购完了 我们又准备接着要回去要忙了 这一忙可能要忙好几个小时 因为前期要准备这个食材的话 要清洗啊 然后要蒸啊要煮要搓粉 然后最后呢才出货 走啦 嗯这个泡沫箱 你看这个昨天已经收到了 然后这个是中等的 然后那边是小的 中等的就可以放三包到四包 小的呢也可以放两包 然后中间呢是夹一个那个冰袋 现在有泡沫箱呢就方便多了 省外的朋友呢都可以 吃到我们手中做的糕点呢 特意专门买了这一个手枪 是用来这个洗这个 弦压蛋的 水枪都已经接好了 你看好不容易才接上去的哦 研究了挺久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弄过这个水枪 所以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弄 对着饰品 然后一个一个 一步一步这样子卡进去 才会用 你看 现在做青团的第一步 先要把这个青团这个线 然后刚刚买回来的咸鸭蛋 现在要冲洗干净 待会敲咸大黄呢 先把这个咸鸭蛋放在框框里面 待会就直接拿水枪来冲了 这样子就快一些 就戴着手套 戴手套会放在手上去都是 这个泥很难洗 特别难冲洗 好洗吗 好洗哦 还可以吗 好之前清通啊 洗多少个都可以 好好玩 还是要买一点东西 把这里冲一下冲干净 因为洗这个咸鸭蛋 它有这个泥巴挺多的 不过还好这个泥巴挺好洗的 冲一下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弄好了 现在煮艾草汁 糯米粉也是用的最好的 跟外面普通卖的是不同的 对 边油边加糯米粉 行吗 可以了 好多艾草哦 对 你看这细细的都是艾草 现在上面放的有花生 然后再加点黑糖 关英格黑糖 因为这个馅很容易会散开来 要包得紧一些 这个馅我们是塞了又塞 塞了又塞 包得很满 对 今天晚上回来呢 就在剪辑视频 还有呢 就整理了一下素材 忙着忙着 又到了深夜 现在十一点多 差不多十二点钟了 我现在呢 就差不多要回去了 还是在这里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摆摊的事情 因为大家也看到了 就今天跟阿婷去市场的时候呢 就遇到这一个文明城市嘛 他几乎呢 这段时间呢 每天基本上呢 都会不定时的去检查 因为文明城市 他这一个持续的时间呢 会比较长 然后呢 老板呢之前呢 他也跟我说 就是这一个文明城市 不能摆摊的话 他呢 这一个日期呢 会延后 但是呢 这一检查估计呢 要检查好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接下来的摆摊时间呢 可能都会空在那里 老板也说了 如果接下来呢 还是不能摆的话 就把剩下的钱呢 就退回给我 也或者如果不退钱的话 就把这个日期延后 延长一点时间 所以呢 就等他这一个文明城市 检查过了之后再决定 啊 我觉得也挺难的 因为现在摆摊都不能摆了 所以 说实话 真的 现在 确实会有点难的 因为 现在生意呢 也不是很好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什么事情到我这里就感觉 走不下去的感觉 但是也不要气馁啊 还是要坚持走下去 我也希望呢 日子呢也会慢慢好起来的 慢慢的去克服吧 把这些困难 遇到的事情 慢慢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我昨天是跟阿婷去找了 这一个产品呢 也试吃了很多种这个产品 我拿回家呢 也给阿龙试了 也给妈妈试了 大家都说呢 这个五股粉呢 就是可以带餐的那种 就挺方便的 然后味道也挺好的 最主要 他们家的产品呢 都是主打呢 都是以健康为主 但是我挑中的 也是只有两个口味的 而且 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去 囤那么多其他口味 不然的话 这样子压货形式的话 可能就是压力太大了 因为它每一个产品 每一个口味都是有量的 所以我觉得两个产品就好了 就挑一些经典款 就大众接受的口味就行了 后续呢 这两天呢 我就是等我回去了 这两天就跟彪哥一起过来 然后再去厂里面呢 再去看一下他这个产品 然后去再去深入的了解 觉得OK了 谈好了 就可以直接上架了